Hello 大家好 我是离空 今天我们不看少女漫画 我们来推荐几部经典老电影吧 平时收看离空频道的小伙伴大多年纪都比较少 所以今天我就准备了几部 私心想推荐给大家的好电影 虽然我不是专业的影评 但电影的魅力无人可挡 希望借这个机会可以让小伙伴们一起怀旧一下啰 希望大家都可以从电影之中 反思自己所坚信的价值 那我们赶紧开始吧 第一部 真爱每一天 About Time 真爱每一天是一部2013年的英国浪漫喜剧科幻电影 虽然翻译名称一听就是个浪漫爱情片 但其实原文名称About Time 就点出了这部作品最重要的核心价值不在于爱情 而是人生之中你所拥有的时间 男主角Tim在满21岁生日这一天 被父亲告知他们家族的每一个男人在21岁开始 都会拥有可以时间旅行的能力 虽然听起来很荒谬 但是在实际尝试了几次之后 他发现的确可以做到时间旅行 但是一旦改变了过去就无法重来 如果拥有了这样的能力 人生似乎就可以变得一帆风顺 犯了错只要重来就可以了 因此Tim就利用这个能力不停的来来回回 而正值青春年华的他 希望可以因此追到心仪的女孩 但是无论他如何重来 喜欢的女孩终究是没有办法接受他的告白 随着年纪的增长 心智也越来越成熟 Tim意外认识了另一位既神秘又有魅力 而且跟自己特别合得来聊得来的女孩 但是因为他的一次时间旅行 改变了原本两人会相遇的事件 甚至等Tim找到女孩的时候 他已经有了男朋友 对他来说 Tim也只不过是人生中的一个陌生人 最后在一来一往的时间旅行之后 Tim总算是把女主角追到手了 因为本来就非常契合的性格 让两人发展出了一段美好的爱情 但是随着男女主角的两人交往 再次遇见了初恋对象 男女主角顺利结婚 生下了孩子等等一连串的事件之后 男主角才渐渐发觉 其实生活不需要那么多的穿越 虽然回到过去改变历史 能够让你避开许多错误与痛苦 但同时也就抹去了那唯一的感动 与独一无二 如果人们没有靠自己去亲身经历 一些不可避免的痛苦 又该如何学会振作起来 靠自己开创美好且珍贵的每一天呢 整部电影到中后段的剧情 都非常鲜明地聚焦在 生命中美好的当下这个理念 有很多小事件都能够使人 省思时间所带给生命的意义 只要每一天都过得足够认真 足够珍惜 又有什么穿越的必要呢 即使生活过得不够完美 却也是最特别最珍贵的回忆 电影之中的故事或许对你来说不够特别 不够创新或者又不够刺激 却会让人觉得心暖暖的 并且领悟到他想传达给你的 我们每天都在时空旅行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全力 欣赏这个卓越旅程的滋味 第二部 爱在三部曲 爱在三部曲是美国经典的爱情电影三部曲 分别是爱在黎明破晓时 before sunrise 爱在日落巴黎时 before sunset 以及爱在午夜希腊时 before midnight 不管是正在经历初恋 热恋 或者是即将踏入婚姻的情侣 都非常适合重温这三部曲 故事第一部曲 开头讲述来自美国的年轻男孩与法国女孩 在一列前往维也纳的火车上相遇 两人聊起天来 意外的各种价值观 思想与人生的话题 充满了共鸣和碰撞 彼此都受到对方的强烈吸引 临时决定一起在维也纳随意逛逛 最终 想当然意外地碰撞出了一段强烈且浪漫的爱情 并约定了隔一年要在同一个地方相会 而第二部及第三部的内容 也延续了这个故事 但是故事中的两位主角 却没有如愿地在一年后顺利相见 而是隔了好多年以后 第一部曲给我的感觉 就像是少年少女第一次陷入热恋的感觉 仿佛终于遇见了灵魂伴侣那样强烈且疯狂的吸引 充满了不可思议的甜蜜情感 对世界的向往与批判 对自我的期待与期许 而第二部曲在多年之后 两人都变得有一些不一样了 看上去好像还是那个男孩和那个女孩 却都多了一些世俗的无奈与妥协 拼命地想要坚强 却其实变得更加脆弱 想要看上去洒脱 实则是变得不断逃避 成人社会的现实与压力 让两个人再次相见时 就像是两个在逞强的社会人 但彼此对对方的好奇与思念 还是被一层一层地拨开 他们也意识到 曾经的甜蜜与回忆 实际上并没有真的那么重要 人们时常会过度美化回忆 但是 在拿掉年轻 美丽 浪漫的标签之后 他们看见彼此真实且不完美的那一部分 曾经美丽动人 有所理想的少女 也有歇斯底里破口大骂人的一面 曾经幽默风趣 看上去小有成就的作家 实际上 婚姻关系与内心却是空洞无趣的 他们发现 彼此依旧愿意陪伴在身边 一起面对问题 于是 决定不再分离 而第三部曲 又是在一个多年后 两人组建了一个可爱的家庭 变成了中年大叔与大妈的两人 除了爱情 更多的是身为父母的家庭责任 以及问题 工作的压力 家庭的压力 以及各种现实问题 让两人喘不过气 不停的争吵 伴侣虽然是伴侣 但也依旧是两个独立的生命体 站在不同位置上 总是没有办法满足每一个人 压力会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与行为 想法 责任也会 第三部曲满满的现实问题 当爱人变成家人 婚姻处处充满了问题 与必须的妥协 爱在三部曲 在我的心中 揭露了爱情的各种样貌 分别是青少年 青壮年与中年老年 甜蜜酸涩火热的 理性成熟压抑的 现实责任沉重的 或许 刚刚陷入爱情的人 都还没有准备好 或许 还未曾经历过社会洗礼 以及家庭婚姻困扰的人 无法百分百的体会产生共鸣 但是 从第一步到第三步 从青春火热到中年 身材走样 不再浪漫 不再温存 或许 爱一个人是 即使两个人之间 充满差异与现实的问题 即使 争吵不休 想要夺门而出 一走了之 但是 你的另一半 最终却还是选择坐下来 坐在你的身边 缓和气氛 听听你说的话 第三步 真爱挑日子 One Day 前面推荐的第一部电影 真爱每一天 About Time 我喜欢它的中文翻译名称 感觉更加的有温度一些 不过 这一部真爱挑日子 我却更喜欢它的原文名称 One Day 故事讲述一个女孩 在毕业典礼那天 邂逅一个令她倾心的男孩 两人纠缠了18年的爱情故事 故事中少不了痴情的傻女孩 默默守护着风流多情的男主角 最后相爱的剧情 但是 在18年的故事里 看尽了各种人的成长与性格变化 从青涩到成熟 从风流到丧志 单纯到复杂 人们随着时间都不停地在改变 或许变得更好 也或许变得更差 如果 单纯以爱情的故事来看 或许会觉得 女主角有点太过执着 而男主角 小头管不住大头 并不是所有的爱情 都值得你等待 守候18年 如果 女主角真的懂得爱自己 其实 这个故事 或许根本不会发生 但是 谁又规定 爱一个人的最终目标 是要得到这个人呢 故事中 女主角也曾经尝试 其他的对象 却始终无法欺骗自己的内心 爱情故事本身或许频繁 却非常的贴近 生活中的人性 也因此才会特别感动 这部作品的经典名言 非常的多 比如 I love you But I don't like you anymore 我爱你 但我不再喜欢你了 Affection is when you see someone's strength Love is when you accept someone's flesh 喜欢是看到一个人的优点 爱是接受一个人的缺点 纠缠18年 两人的生活都经历过大风大浪 最终还是走在一起 有些人打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有些人却要等到全部都尝过了一遍 才知道原来自己拥有什么 故事最终女主角爱玛在平淡无奇 风和日历的某个午后发生了意外 死亡本就是一个始终会来临 平淡无奇的必定事件 但一个生命的重量 却远远超出那死亡的一瞬间 某一天 也许你会改变 某个一天 也许会改变你整个人生 某一天 你的人生会被动的结束 所以某一天 也是这一天 好啦 以上就是这次想跟大家强力大推的 经典爱情老片 如果是平常就很爱欣赏电影 或者已经有一点点年纪的大大们 一定对这几部都不陌生 但是我真的非常推荐 还没有看过的小伙伴 可以在悠闲的假日里找出来欣赏一番 即使你已经看过 也非常适合在不同的年龄 阶段 有了不同的生命经验后 再次回味 相信每一个人解读出来的 都是不一样的心得与体悟 也希望有看过的大大 可以与我分享 你们的感触或是见解 或者是推荐你心目中 不可忽略的经典爱情老片 让我们认识认识 喜欢这个系列 也可以帮离空按个喜欢 或是关注我的部落格 看看IG其他生活分享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